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每日新鲜的恩典 你是耶华以纳的上帝 求你赐我信心 领受你最好的预备 也都赐我智慧和悟性去明白你的心意 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们 文数记第27章 西罗菲哈的女儿 约失的儿子 马拿西的种族中 有马拿西的元孙 马吉的真孙 基列的孙子 希佛的儿子 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马拉 罗亚 赫拉 麦加 德萨 他们前来 站在汇望门口 在摩西和伊利亚实祭司 以及众领袖与传会众面前 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他们有与可拉同伙聚集攻击耶和华 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 他们有儿子 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 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 摩西将他们的案件 请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 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把他们父亲的产业 全给他们 你也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人死了 若没有儿子 就要把他的产业 全给他的女儿 他若没有女儿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的兄弟 他若没有兄弟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父亲的兄弟 他父亲若没有兄弟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继成为业 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 是朝耶和华所吩咐摩西迪 第一个重点 提到一个人物 叫做西罗菲哈 他是马拉西支派的人 他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这五个女儿 来到众领袖的面前 据你提问 他们说 女儿可否继承父业 得到土地的分配权呢 他们这样来到去询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见到 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他们的智慧 就是在传统和理想之间 得到平衡 他们的勇气 就是在蓝尊女卑的社会当中 竟然敢在众领袖的面前 据你力争发出提问 我们要学习一种的智慧和勇气 由于西罗菲哈五个女儿的要求 未有先例 所以摩西将案件 呈到耶和华的面前 也认为五个女儿的要求 说得有理 所以他们可以承计产业 延续她父亲的名字 因为这个案件 日后继承产业的次序 就是儿子、女儿、兄弟、叔伯以至近亲 但在父系社会的里面 女儿可以继承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是相当的开明 一段的经文是接触二十六章有关分地的主题 轮到女儿能否继承父亲的产业 一个的讨论再次强调 上帝对以色列人次地的应许 一个的应许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而失去 西罗菲哈的女儿就明白到一点 他抓紧神的应许 不像上一代以色列人那样 他们放弃进入迦南的盼望 而是紧握上帝的应许 并且努力去争取 一件的事情 对现在的信徒来说 有很好的提醒 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是很想我们得到 经历属灵的福分 经历属灵的丰富 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 是否这么重视 是否这么质着呢 我们是否按着上帝的应许 来到去实践 来到去经历呢 第二点我们见到 西罗菲哈女儿所做的 一方面是尊重传统 另外一方面是挑战传统 他们对于个人名声的尊重 所以不接受他们的父亲 因为没有儿子 而他的名字在俗中被除去 他们也尊重当时表达案情的方法 和当时的领袖 所以在会幕前 向摩西和其他领袖 来陈名 但是他们也敢于挑战传统 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们认为传统的方法 未能完全地表达得到 我们传统坚持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学习得到 我们不应该固守传统 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传统已经过时 一定有修改的必要 我们应该学习得到 坚决地来到去持守上帝的应许 尊重当时的领袖 也认为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以和平的方法 好好的沟通 以至能够大家讨论得出 一个对群体最有效 和最好的一个调教 好好的 本集背众的根据是 细罗飞哈的女儿说得有利 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把他们父亲的产业 全给他们 文数记二十七章七节